亲爱的各位老师、同学和英文 稍午好 在美国学习过龙家心想 其中《君子和儿不同》的理念 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理想 这两年《君子和儿不同》 新丑在北大成长的理念 也成为了我未来人生威化的职女 接下来我将用三个故事 来解释为什么这么想 第一个故事呢 交配了我《君子和儿不同》的第一个方面 认识 去年五月份 我的学院组织了当名下的学医调研 一共有二十一个年轻学校的学生 包括十二个女同学和九个男同学 我们住室的安排是两个人 一个房间 那么 虽然我来自 在披萨考试 数学校的最差的国家之一 我当时通过计算 发现 这就是公明 一个男同学 不会跟另外一个年轻学校的学生一起住 结果 那个学生就是我 但是我看到 我看到名单之后发现 我的室友 是一个叫 杨乐的社会学系 我是商 他是我们这次的教练 和助教 那么 很快的注意到 杨乐跟我 很不一样 甚至跟我所认识的很多中国人 都很不一样 为什么呢 我第一天早上起床 发现 杨乐蹲着 背靠在场上 紧离双眼 我会在眼前示范一下 我会在眼前示范一下 杨乐告诉我 这个姿势叫做 乞丐蹲 是古之后 杨花子们 吃完饭后的一种 消化和健身方式 他很耐心地加入我 这么保持这个姿势 但是 过十分钟之后 我就发现我的耐力 还不如中国古代杨花子们的 杨乐的生活 在很大的程度上 军群 阴阳五行 的规律 有一次 有一次 出班的时候 他跟我说 各位 午夜 吃西瓜太早 最后等到六月份 这样你不会受凉 还有一次 他把一些生姜粉 交给我吃 尽管帮您浴盘 浴盘 他跟我说 我倒是点点头 但是根本不知道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人 之一 第二个故事 将为了我 和而不同的第二个方面 理解 在我们喊家用的时候 要同时喊 吃到的客人 会被拔跑 等等 我听说 北大的山群社 还有更严格 至少一两个分钟 都不能参加演出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么 作为一个在美国长大的留学生 我 真的 从小都没有接触过 有这么多规矩的口碍活动 在美国呢 大学生的社团中 我记得呢 一般 持到一分钟 是一件比较正常的事情 而且 就是 在外面 在室外 大当场的时候 甚至 会有一些同学 很潇洒的 就半夜 很潇洒的 在森林里裸奔 所以呢 在开始时 我稍微有一个故事里 他写的这些规定 但是 随着不断的接触 我开始 我的这些想法 慢慢地开始改变 我看到了 一个老会员 为了帮助一个收藏的新会员 把他的车 推了一百五十公里 是 我闻到了 打全站的同学 提前帮我们订好的午餐 我听到 每一次 从七星回来 耐心 等待我们的 对人们的 呼唤声 帮助声 慢慢地 我就开始 担待 这些规定的利益 我开始意识到 运行 学生收藏的方式 其实 多种多样 我更加 诚心 便宜地 跟大家一起谈 加油 第三个故事呢 交付了我 合而不同 的第三个方面 最后一个方法 友谊 两年前 差不多两年前 我在 有工艺论坛 认识了 几位 学少女的美学生 虽然 虽然 我当时不知道 但是其实 他们来自 中国的贫困地区 他们是 这个 哈门处的贵族 方正想提到 我们的英文学生 同时 我们一起的学生 在 更多的 融入到校园 所以我们的 这些想法的 状况 就形成了 每周五下午 的一个活动 英文 新闻小组讨论 活动的参与者 包括 来自 不同 不同国家的 严谨学行的 求识生 以及 来自 不同 其他的 演习的 不同成分的 美科生 我们常常的 题目 主题 同样的多种 多样 媒体最关注的 恐怖袭击 为什么都在欧洲 美国的选举 对中国未来的影响 是什么 所谓的 娘娘家 男孩子 需不需要 更多的 男性老师 作为榜样 哈哈哈哈 哈哈 那么 跟你说实话 在美国 这样的活动 会非常非常难办 尤其是最近 如果有一个人 发现他的同学 或是邻居的政治立场 跟他不一样 很可能 他们有一些小船 一下子做一班 他就不会开交流了 似乎 人们 越来越害怕 跟不同于自己的人 打交道 不过 这两人 在北大这两人 我们这些 来自世界各地的 学生 却变成了 普坦那马的朋友 不过以上三个故事 我想表达的 这个重点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尽力 去做一件 可以改变世界的事情 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不一定是 下 慈善机构捐款 也不一定是 去做支援者 而是 跟不同于自己的人交往 最近几年 国际交流 越来越多 但是 民粹主义 和繁稀化 开始开头 恐怖起义 朋友发生 战争充足 导致 纳米 无都可走 我国的新农孔呢 他喜欢中国的一个原因 在于 他配处中国的 长城 这不是因为 是中国的文化遗产 而是因为他想像七十皇那样 构建这样的屏照 把美国老百姓跟外里人 隔绝时代 世界上 家里有多少功夫 是因为 人与人 之间的交流 太少 而表现的 我想 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这样 表面上 我们普通人 无法左右走低温情 但是 每个人 各行 各业的 取得上 各种工作 如果 人业 包括 跨港渣渣不肯積穎 一点点的 人变 OK 都是 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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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当 这样 我们就能像童子说的那样 和儿不同 谢谢大家